Leo聊事件以天氣中不新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阿茲特克人對上打打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Biper很久沒有來打天梯了 剛好這場天梯是遇到了YO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 六點鐘方向的阿茲特克人 那個村民開局一開始就可以攜帶 13點資源量 所以他的資源阿茲特克 可以說是經濟最好的文明 南美裡面的 可以看到這個資源 一開始會攜帶這麼多 很舒服,經濟一開始就很好 阿茲特克人他的步兵 工作效率,這個軍營的工作效率 有提升的關係 所以他打老鷹棒的產能速度 城堡時代是最猛的 阿茲特克人的後期有重頭 還有攻擊攻城士大衝射 而且也有強母 但是沒有三級的攻兵鎧甲和拇指環 稍微可惜了一點 重點是他的僧侶 每點一個科技的時候 僧侶的血量都會加5滴血 後期全部點滿,可以高達100滴血 非常可怕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YO這邊的文明 YO這邊的文明特性是 馬功成型速度非常快 他有免費的拇指環跟恩奇人戰術 而且高打低的時候 傷害會再更多一些 所以打馬功是一個非常好的文明 那他吃這些馴服的動物 可以吃再更久一點 所以就意味著前期的經濟 會比對手稍微好一些些 可以多或許更多的肉 所以YO這邊前期 很適合打這個肉馬開局 或者是打這個棒棒開局 就可以考慮了 但是棒棒開局 並不是那麼推薦 因為他後期的棒棒 只有雙手劍兵 而且也沒有這個劍兵勇士之外 沒有二級的步兵鎧甲 所以整體來說 打打雖然吃肉可以吃得久 但比較適合打這個肉馬開局 而且肉馬的馬就 待會還可以延續接續打這個品種跟蹤技術 可以沿用在馬蜂身上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現在YO的地圖 看起來右邊有塊黃金 左邊有一塊 後面有一個黃金 前方有一個看起來黃金的位置 是比較微妙的 我們說微妙是因為兩個黃金都有點偏外側 但是只要一直到城堡時代 就可以開TC 手作應該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前期要去挖這些附近是比較困難的 除非你可以再把前面這裡圍死 這裡圍死 然後右邊這裡稍微圍一下 TC斜防 當然不管怎麼圍都會變成一個大圍狀況 阿拉伯其實很考驗玩家的圍加跟防守反應能力 好那來看一下M 這個MIPER MIPER的黃金跟YO其實有點相似 兩個黃就是偏遠 但這個黃金有點偏裡面喔 這邊稍微圍一下 就可以拿得到這塊黃金的使用權 這邊的話也是稍微圍一下 圍法來說的話會比YO還要好圍一點點 但不管怎麼說 兩邊的圍將都是變得很大圍才行 好那現在兩邊是鬧封建時代 兩個都打一個18P 都沒有偷織布的流程 一邊的村民術 都是一樣 好這裡開始吃綿羊 阿茲特克 Viper 現在要趕快升級 還會要打老鷹嗎 還是要打修道院呢 阿茲特克城堡時代很重要 風刃時代可能會先打個槍兵 然後配老鷹 雙軍兵嗎 沒有不是雙軍兵 是不是打四箭敞開了 那四箭敞開局 這裡挖金胖 待會要快來挖一下才行 好 一開始黃金 稍微多了一點 可以看到黃金還是100塊 阿茲其實也可以打這個棒棒 轉裝甲 好挖金胖 這邊農田 也撒了一些 有個人吃羊 好 這個村民好危險 差點被抓掉 三隻肉馬過來 抓掉一村有機會嗎 沒有 哇 很可惜很可惜 好後面再稍微拉到底就行了 好 現在槍兵 跟毛兵 給他知道了 果子的位置 那 YO這邊要鎖住 再有辦法出毛兵 可以 來捕了一些毛兵 這邊有軍營 看你的優勢 這邊打一個槍毛防守 老鷹沒有按 來捕了 槍毛防守前牙 打的就是一個 鱸鱸小小 好 毛兵出來了 四隻 這裡要搭配肉馬 想要包掉這一撮兵力 BIPER要趕快匯合一下這撮兵力才行 OK趕快匯合 細節打好 但是這裡 溜了進來了 村民要大難領頭了嗎 好 還有這裡是先衝過去 從右邊看一下 這隻村民 好 導演出來 VIPER的槍毛牽壓 決定回家 這個不回家 會炸裂吧 會炸裂吧 這樣村民很多都收到承認中心裡面了 經濟有點不太好了 好 等一下了一擊射 大家可以看到VIPER的支援量還是領先 天生加3點支援攜帶量 這個能力真的是很可怕 好像免費給你一個輪走黑暗時代開始的感覺 還是手推車的這種feel 雖然沒有這個支援採集加速 但攜帶量增加這件事情 是一件很稀有的能力 攜帶量增加好像就只有阿茲特克有這個能力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 這一波的防守 好 直接把後面拉到底為10 想讓對方回家 來了就別回去了 好 那這邊歪出去的話要盡可能抓錯米 會有圍起來 抓不到 VIPER的手速還是很快 好 好 那現在這個情況 對於VIPER來說是比較OK一點的 OK一點的 VIPER接下來 繼續 要推進 右邊要不要拉錯米過來 圍 沒有圍 錯米是不是老幹了 好上方補了一個木門 木門圍好 好 看來應該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好 四隻肉馬回家 攻擊四代應該就到此為止 好 拿了一個馬 最後品種 雙馬 就 先轉的有可能是草原騎兵 因為阿茲特克的草原騎兵喔 其實 打他的時候 轉這個肉馬 或者是轉草原騎兵 都很適合 因為草原騎兵有這個一點的傷害 攻撤 這個攻擊優勢喔 所以打老鷹喔 可以白嫖 是不是白嫖 哈哈哈 可以 老鷹碰不到草原騎兵的情況下 盡可能去做交換喔 打這個槍兵也是 好 但這個對於操作來說 急需需要 好 先點了草原騎兵 那草原騎兵的優點 就是黃金造價也比較便宜喔 所以就算被招響了 也不會那麼心痛喔 所以打阿茲特克人來說 草原騎兵是一個中堅力量 雖然沒有辦法 還能夠成為到後期主力 但是在城堡時代的時候 可以有效防止阿茲特克的老鷹爆 好 這邊稍微出操作 出一下 出一下 戳一下 戳一下 出去戳 唉唷被槍兵戳到了 有點痛 好 直接戳光 現在 白嫖點下了 三個軍營 OK 走老鷹爆路線 走下了修造店 老鷹 老鷹 配 聖旅 很標準的阿茲特克的開局 城堡賽的開局 老鷹已經點下了 英勇士 攻擊力 沒有點 防禦 好 待會 還要補一下 草原騎兵 要小心喔 要被招搶掉了 草原騎兵先抽過來 壓制一下 現在草棋數量還不夠多 正面開打會弱勢 OK 果然補下了青騎兵 青騎兵打生鯉還是比較快一點 好來看一下兩隻生鯉 變三隻了 白婆這邊補勝率的速度很快 打贏正面 高打低 直接上高低 吃 招搶到兩隻草原騎兵 好 現在兩隻草原騎兵 擋住 這一波 Y.O草棋數量不夠 上去就是白 白白白給 哇靠 這一波有點危險了 然後第一波草原騎兵打輸之後 Y.O的後續的攻勢喔 就會醒的很被動 所以第一波招戰是蠻關鍵的喔 在世紀帝國裡面 不管你是打什麼單位喔 一旦弱勢了 後面你要再補起來 可能經濟會弱勢 或是你打了強軍士 對方反而不爆兵開農 反而就落入對方的陷阱 那個節奏就被帶走 好 但Vipe這邊還是要去強軍士 Y.O這邊的草原騎兵 暗得有點難受 點開始不太夠 反而再多補一些田 現在TC的位置也很難開 那如果待會要開TC的話 可以考慮開前面的位置喔 或是直接開在石頭礦旁邊 那那個地方的話 會容被插 物體製造所 且壓就是喔 好 現在草原騎兵的數量 來到了12隻 稍微擋回去 生女在家裡 瘋狂撿生物 沒時間屌你 因為阿茲特克喔 每撿一個生物 都會產生33%的 生物產的喔 所以撿到3個生物 就如同4個生物的黃金產 所以撿生物 會對Vipe來說 在城堡賽中期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好 左邊還有1顆 現在生物Vipe 撿了幾顆呢 1顆而已 右邊這一顆應該能撿到 好 YO撿了兩顆 基本上YO只要撿兩顆或三顆 就不會讓阿茲的黃金爆這麼誇張 好 這邊草棲 嘗試要衝進去 欸 那個房子修不起來喔 尷尬 走動 快補 但是YO沒有打算要進來 Vipe也停下了虔誠科技 但阿茲特克打老鷹 還點虔誠科技 真的是 蠻小心的啦 好 生女直接被毛兵給投矛 投死 生女過來放掉生物 招響 再來不及招 然後騎兵的異攻優勢 可以更快摸到生女 好 現在生女的血量來到了60滴血 鮮誠科技點下 本是為了要提升生女的血量而已 那多這5滴血 有差很多嗎 好 這裡衝進去 但是裡面有TC 選擇了後側 這隻村民抓掉 YO點下了2攻 兩邊前期打得很保守很保守 後面有一個大規模的想要開戰 好 這裡補下了5個馬就 想要繼續噴嘛 現在Vipe的兵力太多 要是過來打一旋 YO可能會比心臉種 所以要先把自己的兵力給拉起來 阿茲特克2防2攻 這個破壞力可是很強大的阿 而且待會就去暴老鷹的話 哇靠還在暴老鷹耶 但是這個暴老鷹的代價就是黃金挖得很快阿 主機已經要被挖完了 那我這裡要再開個TC 補一下 好 生女遭翔 遭到了兩隻草原騎兵 三隻生女倒下 後面還有兩隻 老鷹上前想要處理 但是好像被反被處理 好 騎兵高打低很痛 再回頭一下 OK 又秒掉了一隻老鷹 繼續拉 高打低 再回頭打一下 再回頭打一下 沒回頭打一下就可以秒一隻老鷹 其實還不錯 但是不要開打喔 開打起來就不一樣了 哇 還是被招翔到 哇 這邊還是順利換掉了很多老鷹 以打草騎萊素的交換阿 已經不算到太差了 後面第二坨草原騎兵也出發了 來 先抓掉後面這兩隻 生女吧 好 剩下五隻草原騎兵 好 抓掉 第二隻 第二隻沒問題 草原騎兵高打低三 很漂亮 我直接秒掉了槍兵 OK 草原騎兵的壓制力 開始打了出來 補馬就 很草騎 好 斬頭實測了 還是轉手為攻 外奧這邊的草騎 現在數量已經贏過了 viper的老鷹數量 viper被換掉太多老鷹了 現在 黃金 其他大部分投資在給生女身上 會比較好一點 槍兵再斷一些 正面才有望打的贏阿 那如果是進入這個模式的話 對於viper來說是相當不利的 老鷹的打法 最可的話就是正面大軍淹過去就完事了 如果對方不交流 黃金騎兵就會很難受 對方一直跟他交流的話 viper就會很難受 對方一直跟他交流的話 我在講什麼東西 哈哈哈哈 因為這個老鷹喔 衝過去抓村民喔 基本上不太害怕神鎮中心喔 所以viper的目標 應該是要趕快推進喔 到yo家裡 那yo這邊則是要把壓力喔 轉嫁給viper家裡的身上 所以現在這次兩邊都要互相傷害才行 千萬不要再拉老鷹再去跟他草原騎兵對撞 通常是撞不太癮的 好 那反正草原騎兵進來了呢 他有防護力上的劣勢喔 所以被TC是很痛 但是黃金會被控 快收村 槍兵趕快一直按 好 這一波壓寶喔 壓的位置有點微妙 並沒有辦法壓到城鎮中心 但點個二級射有機會 好 Viper這一波壓制 哇 這個家裡死了一堆村民 草原騎兵用速太快 Viper這邊直接死了29隻的村民 這一坨草原騎兵進來果然炸裂了 這一波換家 老一能不能打出東西來很關鍵 好 Viper家裡一片狼擊 又多死了兩村 偶使車也壓制進來了 在槍兵很難按 農田收村的關係 好奇 草原騎兵最玻璃的大功 怪歐家裡草奇守住 補了一根城堡在後方 然後放位置 好 草原騎兵進來 快抓 收拾先說明才有機會 打得贏 哇 但這一波槍兵過來 又全部倒光草原騎兵的義工 傷害實在是太猛了 又再一次交換掉了 Viper的 所有的重裝長槍兵 完蛋了 Viper 掉兩掉了 哇呦 這一波打得很漂亮 抓到了非常多的村民 家裡防守也很恰當 一些草原騎兵一直在後方躲著 左邊補了一根城堡 這樣石頭不會被挖 可以有效抵抗 Viper 的進攻路線 好 這波進攻路線 老英趕快繼續往後繞吧 老英都往後繞 好 才有機會把這個戰盾兵給打回來 好 Viper 還沒有放棄 通車 還在頂 好 稍微招翔 招血多的 有細節 但沒用 天橋科技實在是太強 抵抗招翔能力 好 繼續招翔 把這頭車給招翔掉了 又變成草棋被打到死下一隻了 現在YO的正面草棋裡的問題已經解掉了 接下來就是換YO的進攻了 好 YO的進攻 這裡要怎麼抓到更多的單位呢 好 草原騎兵不守家 跑出來 抓到了一些村民 不錯 好 這個招翔 招到了一隻草棋 好 這個老英衝過去 但是有雀削擋在後面 不錯 雀削打老英也是一個很好的交換筆的單位 雀削本身血量就很多了 好 可以11滴血 然後點一下這個瓶桶之後 130滴血啊 比騎士還多啊 而且他的防護率也還可以 是正常騎士的遠防 反正近戰防護率稍微差了一點 但是每打一次都可以獲得一點黃金 所以造價成本來說 是相當華奮的坦克騎兵 好 這裡 終於拿到聖物 拿到敵人的聖物 可能是VIPER的 這邊的進攻的目標 好 去招翔 還有一顆聖物 沒有辦法剪掉 後面還有一隻僧侶 尷尬了 這個城市中心真的沒有辦法 必須控住 好 這裡修造月 喊了僧侶來招翔 好 工程器製造所 找到了一個 好 這邊直接硬吃 炒齊 被戳掉兩隻 但是突破防線 鎮鯉又被招掉 好 左邊補了一根城堡 可以守護到自己的野精 這塊金方現在守不住也很尷尬 待會這裡再補一個城堡 這個黃金才能守得住 現在VO的家裡狀況 並不是很好 雖然剛剛那一波抓了29隻的村民 但是現在有點被 VIPER給打回去的感覺 那主要是因為自己的草原 其實受的有點多的關係 所以 那一波打完之後 就沒有接續的攻勢了 有點可惜 好 VIPER這邊點帝王時代了 VIPER的帝王時代減掉 點下去 然後這裡生物 要是又可以拿下來的話 這樣生物黃金就起飛了 好 現在草原起兵 來看一下現在這裡的狀況 好 右邊有大量的槍兵 然後又點了一個聖旅 你點生物了嗎 好 正面戰場回到VIPER的身上 VIPER的家裡 雞跟城堡都沒有 防守來說 有點失利 帝王時代還有一分鐘 YO轉型 轉了馬弓出來 好 這裡轉馬弓 看感覺轉馬弓有點維持一彎了 阿茲特克 帝王時代以上 精銳英勇士 八加九老鷹 所以有點難打喔 所以說阿茲特克的基礎 經濟真的是太好了 好 他打這一波 最後交換的結果 看起來是 小鑽 沒有到大鑽喔 好 聖族撿了一顆回來 這邊有三個聖物 這裡有一顆 四顆 這裡應該還有一顆 裡面的聖旅放出來 最後一顆聖物在這裡 五聖物 VIPER五聖物 怎麼輸 OK 五下了 路導演 好 定掉了聖旅 現在三級板甲也點了 最後撤這個進攻 兩隻雀雀來了 抓掉 好 正面老一 擋馬弓 馬弓有點在送 吐了 這個操作跟我一樣 我看到地的影子 天啊 歪歐 出現了一些失誤 還好 損傷大概三隻馬弓而已 安心接受 還算是迅速拉回 好 這裡有騎馬的暴勇士 左洛托勇士 爆勇士騎馬了各位 開始敲 把狼牙棒去敲村民的頭 然後阿斯特克電龍師在點下 歪歐地龍師帶還有兩分半 但是這跟城堡可能會守不住 之後好像已經挖光 趕快修理 現在馬弓四處狩獵老鷹 OK 馬弓打獵囉 獵鷹行動 但是歪歐打出了GG 我們恭喜Viper拿下比賽的勝利 Viper最後出了77隻的老鷹 跟31隻的勝利 剛剛一度覺得Viper被抓了29村 以為他要不行了 結果又被他正面換家 成功打了下來 而且這根城堡的位置 也沒有差到城鎮中心 還以為一度真的是要炸裂了 那Viper不知道為什麼 打著打著 就讓Wile正面部隊全部殲滅之後 再繼續給正面施加壓力 老鷹衝進去 也繼續給到壓力了 讓Wile的經濟拓展沒有到非常好 雖然他的經濟還是在中期的時候 有稍微領先 有領先嗎?好像沒有 好像一直都是Viper領先的樣子 但村民處是有領先的狀況 但是資源上卻一直贏不了Viper 等於說阿茲特克人的經濟是真的好 村民落後的情況下 資源量還是有可能會贏過對手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就是由Viper拿下資源上勝利 黃金贏了 木材輸了一點點 大概幾百資源而已 十五卻贏了 哇靠這個一萬一千三啊 黃金生物來到了後面五生物 到了後期這個生物越來越多 YO可能會因為被窮死 也沒辦法打後期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請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participar 沒有 börjar 去 skal 觀看 龍